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老式无水蜂蜜小蛋糕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碗中打入三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80克 先加入几滴白醋去腥 再加入50克的白糖 最后我们再加入30克的蜂蜜 然后用电动打蛋器把它们高速打发10分钟左右 一直打发到提气打蛋器 留下的纹路能够像这种不易消失的状态 接着我们再往里面筛入100克的滴滴面粉 然后用铲子像炒菜一样 把它们上下翻拌均匀 这一步我们不要花圈搅拌 以免消泡,也想成品的蓬松 最后我们一直把它翻拌成像这种没有干面粉的状态就可以了 翻拌均匀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40克的食用油 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手法 把它们再次翻拌均匀 一直翻拌成像这种颜色完全一致的面糊就可以了 面糊调好后我们先把它放到表花那儿或者保鲜那里面 然后我们再把它依次挤入到蛋糕模具里面 面糊大概能装到模具的七八分满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给它稍微震动几下 排出里面的大气泡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然后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重层上下火170度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老式无水蜂蜜小蛋糕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味道表面满的还要好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